大家好,我是Stan 歌手Pak Boram昨天離開我們了 根據警方表示 Pak Boram是在前一天晚上9點55分左右 在經濟到一位朋友的住所與兩名女性朋友喝酒後前往洗手間並倒下 他的朋友們表示 在Pak Boram進入洗手間後未再出來 他們進去查看時發現他已倒地 隨機拨打了119病報警 Pak Boram在被發現時面朝下躺在梳妝台前 已經失去意識 警察和消防人員趕到現場後 將他送往涵陽大學古理醫院 但不幸於晚上11點17分左右被確認離世 警方已向國立科學調查研究院請求進行驗檢 以調查切切原因 4月12號Pak Boram的所屬公司聲明表示 我們非常痛心地傳達這個消息 Pak Boram於4月11號深夜突然離開了我們 公司所有人員都在巨大的悲傷中深切哀悼 請自知猜測性報導 以便悲傷的家屬和同事們能夠悼念王者 Pak Boram在2010年參加了MNET的選秀節目 Shyper Star K第二季 以出色的歌唱實力引起了注意之後 在2014年Eye Bajosa正式出道 該年也登上了美羅年度榜單第19位 獲得了巨大的人氣 今年2月迎來出道10周年的他 與Shyper Star K第二季的優勝者Hoga 合作推出了興趣Chukita 並於4月3號發布了新歌Pak Boram 因為當時所屬公司曾表示 迎來10周年的Pak Boram 正準備發行正規專輯 並且在Pak Boram最後發布的IG照片中 也能看到他開朗的樣子 所以突然傳來的這個消息 讓很多網友們都感到非常心痛 下一個消息是 繼搶網友之後 Nujiens和Po也宣戰黑粉算名了 4月11號根據《紐約時報》報道 Nujiens的經紀公司Odo 最近向美國加利福尼亞聯邦法院提出 要求提供頻道名為中學7年級的 帳戶擁有者的真實身份 加利福尼亞州是谷歌總部的所在地 這個中學7年級YouTube頻道 製作並上傳了很多損害 IDOL們名譽的造謠影片 導致很多根風沒有判斷力的網友們 都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 變成了黑粉算名 所以 對此Odo已向法院提交了文件 指出這位YouTuber 通過數10個影片損害了Nujiens的名譽 而在同一天 歌手Po也宣佈與黑粉算名們作戰了 最近Po因為酸名黑粉 經歷了一段艱難的時光 之後也在IG上突然提起退休等 引起了粉絲們的擔憂 對此 所屬公司SN娛樂 在11號正式聲明 我們已經收集了足夠的資料 將對多個貼文進行調查和起訴 在這之前 iibo搶網友所屬的Stash娛樂 已經找出了製作並發布了 多個惡意影片的YouTuber TiteDocs雄所的真實身份 目前正在進行損害賠償訴訟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反應 原來除了TiteDocs雄所還有別的地方 加油好好教訓這些黑粉頻道 他終於要被抓了 真的太惡劣了 好奇所以去看了一下 竟然是邊摸黏土邊在罵人 感覺很像是未成年人 雖然可能不是 但即便是未成年人也希望不要寬容 應該嚴厲處罰 垃圾們一定要逮捕後丟進垃圾桶裡 最近也有很多自以為是專家 假借分析來批評別人的影片 希望這些人也能被抓 希望黑粉蒜民們的手指都長痔瘡 每次打鍵盤都會